选管会主席逢华对今次点票时间远超过预期感到抱歉 会详细检讨 新加入电子派选票的选委会选举投票日早早 部分票站一度出现要等至少一小时的情况 其中九龙公园票站中午之前只有近600人投了票 九小时投票时间结束 第一个票箱在大概一小时后 运到去湾仔会展中央点票站 两小时后开始点票 职员先将不同界别选票分开 比选管会原定迟了一小时 原因之一是过程中有职员未能够带齐所需文件 亦因为部分程序加入了电脑 以前填一份报表就是用手作的记录填了 来到要看实际点了多少票 但今次有个流程就是它多了一重 电脑又有几度 那么它就要加数就加多了 点票期间票箱都未到齐 到了近午夜12点 最后一个全湾票站的票箱才运到会展 到凌晨大概1点 即是投票结束了7个小时 首批完成分类的选票先送到掃描区 用电脑软件点票 不少选票过不了机 亦都要人手逐一核对无效选票 去到凌晨2点之后 先陆续告诉候选人初步点票结果 没有人反对之后终于公布第一个组别的正式结果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警界总投票人数55人 已是结束投票之后9个小时 差不多时间保险界有两个候选人同票数 按机制要抽签决定最后一只 由于他们和代理人不在场 最后由选举主任代抽 其他组别要继续等 今次选举一共有大概4380票 要近14个小时之后 即是去到早上近8点完成 选举会再度解释 除了有票站报表核实的时候不相符 令到点票暂停 选票素描系统亦都三次卡纸 需要重点选票 对事件感到抱歉会详细检讨 但下次选管会会继续使用电子点票 可能有同事执行点票程序的时候 是不够灵活欠缺弹性 而且遇到有问题 他没有即时寻求协助 电子点票已经用了十多二十年 其实技术层次不是很高 但是当然那些机器是有时候 我们发觉最大的问题都是执纸 所以可能去放的时候 要可能搭好和整理那些纸 这样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凤华离开的时候被当然选位 立法会议员麦美娟等追问 他没有再补充 政府之后出稿形容选举顺利举行 母星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